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由于早前选友会有宣布说所有的支持者都不能够再为头聚集 所以比起以前会有很多的支持者游行 这个送他们的候选人来到地名中心 这个场景已经不复存在 今天是相对的冷清 我们比较多看到的都是媒体以及选举文会的官员 当然还有警察 那这一次的补选是一场三角战 那有三个候选人 那个编号一的候选人 他是亲马哈迪派系 或者是说未来的国土斗士党的人选 阿米尔古赛里 他这次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 他选的标志是一棵大树 那编号二是来自国阵 或是说来自巫统的莫哈莫在地 而第三位是一个全新的面孔 他的名字叫做沙塔拉舍卡兰 他也是一名独立人士 而他这一次参选的标志是书本 不过他有表示 其实书本并不是他最属意的这个标志 至于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看他和其他两位候选人怎么说 这台人的主要议 除了好部队我们的广场 对了 MIC, MCA和同媒体 也同看看我们的股票 我们在这里 除了好部队和我 我希望能待的 来的交流给亚数网上 我会担任成一个自由党 在中的组织,我的名字是阿里阿里的组织 在中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是组织 我们会担任了组织的组织 我们的希望给所有组织的组织 我们的组织和爱和爱 我是環境的组织 总织的组织的组织 那據媒體所知 那編號3的候選人 沙塔拉舍卡蘭 他其實是當地的一名學術人員 據聞還是一名博士 那在媒體問到 為什麼這個時候選擇來參選 他說因為他剛年過40 他認為年過40 是一個很好從政的這個階段 那在提名之後 候選人就紛紛回到 各自的這個地方 那阿米爾這個 親馬哈迪派系的參選人 就選擇回到行動中心 召開記者會 而國政的候選人 穆哈摩塞迪 則選擇到肯執區去拜票 好的 以上就是記者 在丹容馬林 給大家掌握的最新消息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感謝記者洪耀 為我們帶來的現場連線報導 那選舉左右國家政治局勢 和選民的未來 因此每一票都至關重要 不過選舉委員會副主席阿兹米表示 當局武藝在即將舉行的沙巴州選 推行郵寄選票措施 讓旅居外地的沙巴選民投票 阿兹米今天發文告表示 選委會了解全球競選盟 要求提供郵寄選票服務 當局也已經成立特別小組 探討可行性 但是一切不可操之過急 以便保障選舉公平公正 因此這次沙巴州選 旅居西馬和沙拉越的沙巴選民 都無法郵寄投票 至於身在海外的選民 選委會將會透過國際快遞服務 把選票寄給海外選民 阿兹米承諾當局會時刻改革 我國的選舉程序 方便選民履行公民的責任 除了是林州議席補選和沙巴州選 我國可能迎來閃電大選的消息不斷 首相單次李慕尤丁今天表示 獨團黨最高理事會 已經同意加入國民共識 黨會在近期內 和國鎮以及伊黨 敲定加盟國民共識 巩固國盟政府 根本書 PDF 多次檸檬 我們有時候 希望这些组织的组织会提供了国家的政治性 这些一定会给予了保持安全和平均的 和平均的和平均的 给所有民主党 没有人和民主党 Moyudin今早透过脸书直播 向突团党全国区部表示 党中央和所有区部 必须和其他国盟成员党充分合作 才能巩固土团党的实力 他强调 土团党成立即将满四年 还是很新的政党 但已经取得非常卓越的成绩 虽然创党人之一的敦马已经另起炉灶 但党必须向前看 继续斗争为人民服务 另外慕尤丁也重申十分尊重敦马 敦马对土团党的付出无庸置疑 对于敦马选择分道扬镳 他十分伤心 不过他尊重对方的选择 接着来关注国际焦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要求TikTok 在9月15号之前出售所有美国业务 如今在以危害美国安全为由 要求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必须在90天内出售TikTok 在美国的所有业务和资产 从结构上解体 特朗普在星期五签署的行政命令当中表示 有可靠的证据让他相信 字节跳动公司可能会采取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 因此必须出售所有在美国的资产 他也只是字节跳动销毁 从TikTok美国用户获得的任何数据 目前微软还在和字节跳动商讨 购买TikTok部分业务 白俄罗斯反总统选举舞弊 大规模示威 进展到警方暴力镇压示威者 触怒了国际社会 欧盟各国星期五达成了协议 同意制定新一轮制裁行动 对付暴力对付示威者的个别人士 至少五个欧盟国家态度强硬 波兰除了表示愿意担任选后危机协调员 也宣布拨款1100万欧元 或相等于将近5500万令吉的款项 发放签证给白俄罗斯人 同时也支持当地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在大选中大获全胜 引发全国性反总统示威 斥责总统操控选举成绩 用肮脏手段来保住总统宝座 欧盟早前已经宣称 这场选举存有舞弊 最终结果并不公平 成员国星期五在召开线上会议 最终达成协议 决定制定新一轮的制裁 对付采取暴力 镇压逮捕 以及操纵白俄罗斯选举的人 待制裁名单拟定之后 各国再议决是否同意内容 不过27国至今无人反对制裁白俄罗斯 其中波兰 立陶宛和拉托维亚表示 愿意担任这场选后危机的协调员 协助恢复白俄罗斯稳定 而已经逃离到立陶宛的白俄罗斯反对派候选人 蒂卡诺夫斯凯亚 向立陶宛总统纳斯达表明 愿意协助推进和平谈判 平息风波 纳斯达则是承诺 会帮助治疗示威中受伤的民众 还建议成立基金 支持镇压行动中的受害者 波兰更是宣布出资1100万欧元 大约5450万令吉 发放签证给白俄罗斯人 让他们在波兰定居 以及支持白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 总理莫拉维茨基也向白俄罗斯政府喊话 要求重新举办真正公平公正的选举 欧盟各国立场一致 不过俄罗斯却抨击 这是在干预白俄罗斯的内政 旨在分裂国家 虽然经历了过去几天的暴力冲突 已经有1人死亡 将近7000人落网 但是无阻白俄罗斯人捍卫民主 超过2万人 星期五聚集在首都明斯克的独立广场 谴责选举不公 要求重新计票 民主党的独立广场 憧憬、懲罰、真正、假、假 政府派出大批军人助手在行政大楼外 不过有别于早前的暴力镇压 军人各个放下了手中的盾牌 示威者认为这象征了团结同在 大批示威者因此激动地冲上前去 拥抱和亲吻军人 不少示威者把手中的鲜花插在军人的盾牌上 现场气氛相当和平 入夜之后 示威者打开手机的闪光灯照亮四周 路过的轿车也不断鸣喇叭力挺示威运动 虽然内政部表示 已经释放了至少2000名早前被捕的示威者 并且承诺会释放更多人 但是总统却没有放软姿态 要求民众马上停止示威运动 卢卡申科还语代挑衅到谴责示威运动 被当作外国干预内政的傀儡 坏个焦点 敌对长达半个世纪的以色列和阿联酋 达成了历史性协议 同意和平建交 惹怒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放话 将断绝和阿联酋的外交关系 并关闭驻阿布扎比大使馆 尔多安星期五指出 他已经指示外交部长 断绝和阿布扎比的外交关系 或是召回土耳其驻阿布扎比大使 也是巴勒斯坦最坚定盟友的土耳其 批评以阿达成和平协议 是彻底的背叛 强调历史不会忘记 那些背叛巴基斯坦的人 土耳其会和巴勒斯坦坚定同在 台湾向美国购买620亿美元战斗机 恐怕将进一步激怒中国 台湾正式敲定向美国飞机制造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一批F16战机 总值620亿美元 折合约2590亿令吉 分10年复运 这项交易恐怕将进一步激怒中国 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新一轮的 军售合约内容 合约总值620亿美元 涉及90架F16战机 美国也将为新型号战机 提供最新的技术和武器装备 虽然美方没有透露买家的身份 不过知情人士向法新社证实 其中一个买家就是台湾 这也是台湾自1992年之后 再次购入先进战斗机 美台签署军售协议 恐怕将是自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日前率团访台之后 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 另一个即时炸弹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爆炸 造成大批人命伤亡 居民仓皇撤离灾区 许多小动物因此和主人走散 黎巴嫩动物基金会事发后 就收到了上百个宠物施主的求助 出动志愿者前往灾区 展开搜救行动 至今已经从瓦力堆中 救出了不少宠物 协助他们和主人团聚 黎巴嫩动物基金会志愿者透露 大爆炸导致这些小动物饱受惊吓 有些还受了伤 躲藏在倒塌的建筑物和瓦砾堆之下 营救工作难上加难 志愿团队特地选在晚上和清晨时分 展开搜救行动 以便更容易地掌握他们的踪影 团队也在搜救过程中 发现了不少宠物的尸体 那些成功获救的宠物 已经在第一时间送到庇护所 等待主人前来认领 热浪席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北部地区 摄氏38度的高温干旱天气 引发山林大火 夹杂着滚滚浓烟的猛烈火势 也迅速蔓延 至今已经吞噬了超过46.6平方公里的丛林 并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安危 消防局出动了消防直升机 从上空灭火 火灾除了让当地的环境升温 不过效果并不显著 至今只成功扑灭了12%范围的火势 大火还在步步逼近住宅区 威胁超过5400栋的房屋 当地政府已经在星期五 发出紧急撤离指令 要求居民疏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英国伦敦北部一间三明治工厂 最近爆发新冠疫情感染群 将近300名员工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不少员工担心不已 担心自己一旦被隔离 不但影响了工作 微博的病假工资 也让他们难以应付日常生活开支 爆发疫情的三明治 生产工厂是格林科食品公司 也是英国和爱尔兰超市的主要供应商 疫情爆发之后 位于北安普敦镇的这家工厂 已经指示所有确诊员工居家隔离 公司也表示将会安排所有员工病毒检测 另外医护人员也在工厂附近 设置了德莱素检测中心 加快检测速度 欧冠八强决赛 法塞罗纳2比8不敌拜仁慕尼黑 主帅赛蒂恩恐怕将提前下课 欢迎回来 墨西哥南部一名两岁孩童迪伦 陪同母亲到市级工作时 不小心走丢 在失踪44天之后 终于被警方学获 星期五安然无恙地回到母亲的身边 警方在追查这起失踪案时 还意外地侦破另外23名 被人贩子诱拐和囚禁的孩童 墨西哥警方透露 他们先在一栋房子里巡获23名儿童 不过并没有找到迪伦 这些孩子都是被人贩子团伙诱拐 白天被驱使到街上 向游客兜售手工一品 警方后来在距离南童失踪现场 两个小时车程的辛塔拉帕 追踪到涉嫌绑架迪伦的妇女 初步调查 23岁的绑架犯马格里塔 因为自解无法生育 在市级看见迪伦时起了歹心 于是支付200比索 也就是大约40令吉给一对男童和女童 要求他们协助把迪伦从母亲身边带走 警方透露 一旦罪成 嫌犯可能会被判坐牢75年 接着来看欧冠联赛的消息 西甲巨头巴塞罗那在欧冠八强决赛 迎来了一场耻辱性惨败 被视为最强对决的这场比赛 最终以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以8比2大比分击溃巴塞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巴塞俱乐部看来将迎来大换血 主帅赛蒂恩虽然没有宣布未惨败请辞 但是恐怕难逃下课的命运 俱乐部主席巴托美乌强调 未来几天将会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欧冠八强决赛 西甲巨头巴塞罗那惨遭拜仁大比分击败 巴塞无法阻挡拜仁慕尼黑的进攻 开场半个小时就让拜仁打入4球 下半场拜仁继续进攻 比赛一个小时后就打入足足5球 最终巴塞2比8惨败拜仁脚下 这是巴塞在欧冠史上最惨失利 也是欧冠淘汰赛历史上 第一支单场丢8球的球队 赛后主帅赛蒂恩虽然没有宣布 请辞谢罪 但看来以心知肚明 我认为这种状态 我认为这种状态 我认为今天事件 我认为这种状态 从一个更深的观点 但是确实 我认为这种信念 当一个阻止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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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确实 这种状态 发赛惨遭敗人绝杀 除名难言失落 这种状态 非常严重 我认为这种状态 我认为这种状态 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 孙女 巴塞被淘汰出局 相隔13年 第一次没有西甲球队 打入欧冠四墙 竹弥呼吁球队改革 巴塞罗那俱乐部 恐怕将迎来大动荡 巴塞罗那主席巴托美乌 为惨败向竹弥道歉 同时强调 未来几天将做出 重要决定 虽然没有把话说明 但多家媒体报道 巴托美乌提到的重要决定 很可能就是让赛蒂恩下课 有人欢喜有人愁 败人本赛季欧冠9场全胜 主帅弗里克意气风发 鼓里克强调 除队将全力冲刺 为半水赛做准备 迪拜体育委员会和迪拜滑雪场 星期五举行了雪上短跑竞赛 汇聚来自46个国家的选手 一较高下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各国选手展开速度比拼的精彩画面 感谢你收看这节五金新闻 我是靳川 我们再会